大家好,欢迎收看广场聊影,我是张广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许是2017年的最佳恐怖电影《小丑回魂》 电影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同龄小说 今天曾给予这个故事的主题是 记忆和童年的创伤以及小镇价值观背后的丑陋 故事开始是在1988年秋天美国缅延州的德瑞镇 这座因伐木者聚集而组建的城镇 安静而又祥和 唯独一件事情例外 就是这座小镇的失踪与死亡儿童数目远高于全美平均值的六倍 镜头来到主角比尔家 门外正在下着大雨 母亲则在练习着钢琴 比尔因为生病不能陪弟弟乔治出去玩 而叠了一个纸船送给他 口吃了比尔告诉弟弟 对于船的称谓是shade而不是ate 乔治穿着黄色的雨衣 带着纸船在街道上玩耍 一不小心小船被冲进排水沟 乔治走进排水口 却有一个诡异的小丑在那儿 自称潘尼怀斯 他伸手去构船却被小丑咬断了手臂 拖进了下轨道 乔治自此以后便失踪了 时间过去了八个月 暑假即将来临 镜头来到学校 警方显眼的肖静兰 提醒了观众这座小镇并不平静 loser俱乐部的欺人组出场 口吃的比尔 被大家调侃犹太哥里的Stanley 四眼里奇 冰烟烟的Marble Eddie 喜欢探索的小胖子本 被女同学欺负的姑娘Baffrey 以及有些胆小的黑小子迈克 他们是同病相连的倒霉蛋 经常被同班以亨利为首的大孩子们欺负 比尔一直惦记着失踪的弟弟 自制下水道的模型 猜测弟弟如果被冲走 有可能再下水道尽头的小溪旁 接着欺人组的成员 纷纷遇到了可怕的幻象 麦克在送肉的时候 肉店后门出现了被烧死的鬼魂 两眼放光 向他招手的小丑 Stanley在犹太教堂 丑陋的女鬼从画像中走出来 把他吓了个半死 而小胖子本在图书馆 翻阅德瑞镇历史时 也发现身旁的红气球 引导着他来到了小屋 面对的却是无头的小鬼 夺路而老的本 又遇到了亨利一伙人的欺负 他机智地跑入森林中的小溪旁 正在探索下水道的几个小伙伴 遇到了被追赶的小胖子本 同时追赶而来的亨利同伙 帕特里克 走进了黑暗下水道 看到了被烧死的恶鬼 诡异的红色气球再次出现 小丑现身袭击了他 比尔和伙伴们来到药店 要给本买药 在这里遇到了买卫生间的Baffrey 机智的小姑娘 假装对药师有益 帮他们偷到了药 而看似乐观大方的Baffrey 他的父亲却是个 喜欢猥蜒儿童的变态 隔天Loser欺人来到小溪旁玩水 本提到了德瑞镇诡异的失踪事件 大家来到本的家里 影片也借由本之口 叙述曾经发生的人口失踪和死亡事件 并提到事件背后 都指向一座无名的井 Eddie在回家路上的废旧房子旁 遇到了浑身腐烂的麻风病人 随后变成了手持气球的小丑 Eddie幸好从房子旁的铁栅栏逃走 Baffrey收到了本 写给他的情书明信片 脸上写满了开心 但在卫生间里 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洗手盆的排水口 不仅有头发要抓住他 喷出了鲜血 布满了整个房间 听到呼喊的父亲走来 却看不到血液 而Billy在半夜 见到了失踪的乔治 和水中露出的小丑 电影中的设定是 种种奇怪的事情 只有小孩子才能看到 小伙伴们帮助Baffrey打散完血迹 讨论着各自遇到的怪事 本发现在历史上 所有的怪事 每27年就会发生 并且每个人越恐惧什么东西 就会撞见同样的噩梦 所有失踪的源头 也都与水井有关 在比尔家的车库里 幻灯片放映着 本收起来的照片资料 Eddie越听越害怕 这时幻灯机开始自动放映 照片里的比尔的母亲 变成了恐怖的小丑 甚至直接从墙面的画像里 跳出来 把大家吓出了屎 本及时打开的车库门 小丑也随之消失 大家随后来到了尼尔波特街上 那座水井所在的房子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 各种吓人的套路 Eddie摔断了胳膊 差点成了小丑的午餐 其他人敢在小丑行凶之前 救出了Eddie 但Eddie的母亲并不领钱 愤怒地带着儿子离开 但这次遇险 让Loser俱乐部有了分歧 除了比尔和Baffrey 其他人都觉得这样做太过冒险 时间来到8月 喜欢欺负人的亨利 拿着父亲的枪打靶 但面对父亲的责难 他变得比谁都懦弱 不久红色的气球 出现在亨利家的信箱 里面是他之前搞丢了匕首 对父亲心怀不满的亨利 在电视机里小丑的蛊惑下 刺死了自己的父亲 同样受父亲困扰的 还有Baffrey 他受不了父亲的猥亵 打晕了父亲 转过身 却被小丑逮了个正着 比尔来到Baffrey家 看到了头上流血的变态父亲 以及小丑留下的信息 赶紧告诉其他几个小伙伴Baffrey 被小丑带走了 他们拿好武器 再次来到水井的破屋 失负了亨利尾随而来 亨利偷袭没有得手 这一次被鼓起勇气 反抗了麦克 推下水井 洛丹的斯丹利 差点被画中的女鬼咬死 比尔跟随乔治的身影 来到了大厅 发现了漂浮昏迷的Baffrey 以及其他失踪的孩子们的尸体 本亲吻Baffrey之后 后者才清醒了意识 比尔找到乔治 但弟弟对船的称谓却是Eat 不是之前比尔告诉他的事 比尔意识到 面前的并不是自己的弟弟 而是小丑的化身 他用麦克的屠宰枪 射中乔治的额头 小丑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他每隔27年就会出来捕食 不仅吞食血肉 更残食人类心中的恐惧为生 小伙伴们克服了内心中的恐惧 不停地向小丑攻击 最后小丑消失在水井的黑暗中 大家发誓 如果有一天小丑再次现身 他们也都会回到小镇 一起对抗这个怪物 影片的最后字幕写着 Eat Chapter 1 小丑灰魂第一章玩 也对应了1990年 曾经播出的电视剧版的 小丑灰魂 讲述了路德俱乐部成员长大后 又回到德瑞镇的故事 小丑灰魂对那些恐怖片 惯用的一惊一战的手法极为克制 留下种种伏笔 营造出密不透风的紧迫感 比起面目猙獰 满目寒光的小丑 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 并不比小丑的恐怖轻松多少 本要面对无休止的校园霸凌 和路人的袖手旁观 Be Free 要面对鸾同的变态父亲 麦克随时要面对的种族歧视 被家人逼着读难懂经书的Stanley 每一个人的心魔 构成了影片小丑 带来的梦魇 最大的恐惧也许就是无法直视自己内心的恐惧 当这群被羞辱被轻视的孩子们聚在一起 深入小丑巢穴 救出伙伴 才发现一旦他们不再回避内心 小丑根本不能伤害他们 小丑灰魂不只是一部恐怖片 而是一部有关成长的青春片 我们看到国内许多的青春片 总是有着不知所谓的茫然与躁动 表达的是青春的迷失 而小丑灰魂表达的却是少年的爱与勇气 童年的记忆和伙伴更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 情斗初开和朦胧的三角恋 更为影片增加了温暖 借用另一部改编自斯蒂芬金小说的电影 伴我同情中的台词 虽然我和他已经十年不见 我知道我会永远怀念他 我后来再也没有交到像十二岁时 那帮人一样好的朋友 也许每个人都是如此吧 感谢各位收看 如果喜欢请不要另一期赞和分享 有更多的影片想法与建议 欢迎下方留言 我是让官长 下部影片见吧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